台湾跨篮选手彭明洋在去年成都市大运中以48秒62夺得金牌 并达到巴黎奥运参赛标准 这位运动世家出身的选手 原本对运动兴趣不大 直到小学六年级听说可以出国比赛才改变心态 国中时期一度跨界自由车 但高中时被精英组的车速吓到 本打算放弃体育概念餐饮科 因母亲反对 才真正开始认真投入田径训练 这次将是奥运初体验 虽然去年因确诊影响了亚运表现 但彭明洋积极调整身体状况 并前往中国进行核心训练 他表示 目前技术和身体素质持续进步 肌肉量已有明显增加 目标是在巴黎奥运上至少打破全国纪录 甚至闯进决赛 对于提早取得奥运资格 他感到心情笃定 有更多时间准备和调整状态 他希望能成为第一个进入奥运田径决赛的台湾选手 并探索自己的极限